目前海上有双台共舞 由于台风路径和强度都存在不确定性 所以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今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台风的四个预警信号 首先是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发布该预警时表明所在区域未来24小时内 将出现6级以上平均风或8级以上阵风 此时应当停止露天活动 海上船只回港避风 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 平均风力提升到8级以上阵风10级以上 此时应当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 学校应当停课 微防人员及时转移 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 12小时内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 而红色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 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当气象部门发布橙色或红色预警信号 大家尽量不要外出 待在安全处避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预警信号